嗨我是海妈 我这一次要示范这个正在吃奶奶的苗 它的冬天是不是应该进行修剪 很多人会觉得这么小的苗去剪它过于太残忍了 但是我们知道植物都有顶端优势 如果不进行修剪的话 它将会在残热的枝条上面发芽 花呢后期发育其实是不良的 我修剪的目的是让营养回流在底部 发出粗壮的顺芽 所以这个该怎么修剪呢 我就在接着剪 留着一个杆子上一个芽点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四个脸 四个脸你还愁它明年没有花吗 你们会认为这样子会死吗 不会 它会开花吗 会的 我觉得这样一到一棵一到一棵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 内同于挤痘痘的 那种很爽的感觉 好了 关注海妈陪你种花 拜拜